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爆爆 大家好 我是小柔 说到不是明星却能够始终活跃在娱乐圈一线的人 王思聪肯定是要占有名额的 作为万达集团的公子哥 他有足够的底气 在这个圈子里肆意豪横 一有不顺眼的地方都会直接开队 因此被网友称奇事纪检尾 除此之外 王思聪一直都有国民老公的头衔 他在选择女朋友的时候 大多执着于网红类型 并且从来都没有过固定的恋人 经常能被媒体拍到和不同的女生交往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或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王思聪追女孩子从来都不费力 毕竟像他这样有钱还会玩的男生 是很招人喜欢的 不过 近日王校长可是吃瓜吃到了自己的头上 没想到还有他得不到的女人 事情要从一个叫孙英明的网红说起 他的长相虽然在众多美女中 并不算十分出众 但是却有种清纯甜美的少女感 本来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选择骗钱走捷径 最后被平台封号 一段时间才刚刚复出 本想着好不容易复出就安分点吧 不料没几天就得罪了大人物王思聪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刷礼物和铺黑料之后 孙英明忍无可忍大骂对方疯狗 并且在王思聪晒瓜之前公布出了二人的聊天记录 孙英明发截图配长文 讲述了俩人从相识到求爱不成互私的过程 信息量之大 一时间让网友消化不动 不过 除了二人的情感纠葛之外 王校长的舔狗体质也成了一大亮点 从他们的日常互动中可以看出 王思聪经常用各种腻歪又卖惨的方式来让女生回复自己 却往往只能收到一两句冷漠又敷衍的回对 尤其是那两句150斤还要人心疼 那一桌没有你的菜直戳心窝 看来孙英明并不吃这一套 王思聪这边也求爱不成 直接恼羞成怒 两个人在聊天过程中语言逐渐激烈 互相放狠话说要各种爆料 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番场面 其实最让人感到意外的 还是王校长私底下疯狂说好话时的金句 甚至还有人整理出了一套油腻的语录 被人调侃说海王也翻车了 不过在看到自己上热搜之后 王思聪也只能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动态标赃话 表示好气 紧接着又说自己不是舔狗 但是这些回应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成了众人娱乐的一大笑点 影响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和那些火遍全网的舔狗语录 吃瓜群众更是又开始了新的一波潮愣 话说回来 这样的感情又有几个是付诸真心的呢 大多数都建立在有所图的基础上 孙一鸣虽然看似不卑不亢 拒绝了富二代的追求 但是也有网友猜测说 他很有可能是故意炒作的套路 直言剧情太烂 对于王思聪来说 这次引起了全网的关注 确实有些丢面子 但是换了那么多女朋友的他 还能被女孩子拒绝还是头一回 希望校长以后还是长点儿气性吧 超能力看来也是会失效的 王思聪虽然在情感上有些随意 不过他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富二代 他身上又没有丝毫会引人仇视的利器 反而在全民狂欢的时代加入进来 成为人们口中的大众情人 他看似玩世不恭 实际上却是少有的投资达人 他在刚回国的时候 就在父亲的支持下大胆试水 短时间内就积累了不少财富 而王思聪的营销能力 也让他成为万达未来的一大秘密武器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